男子打著赤膊 在飯店大廳走來走去 還大聲喧嘩 擔心嚇到其他旅客 人員上前提醒 沒用 只好報警 先生你先坐著好不好 你等我一下嘛 你要繼續罵我是不是 你不要這樣子罵喔 警方到場勸阻 但男子繼續爐 說話相當不客氣 麥子爐 我要坐坐 你嘛 啊 怎麼樣 啊 怎麼樣 你再說啊 你不敢講喔 對啊 你就說啊 不然你又約我怎麼樣 對啊 不只口出惡言 還大膽揮拳攻擊 事發就在花蓮市中福路上的 一間飯店 十九號深夜十一點多 一名蘇姓男子喝了酒後 沒穿衣服醉醺醺醺的 在大廳逗留吵鬧 圓警獲報 詢問是否需要幫助 但對方卻大罵髒話 還嗆瞎威脅警方 最後直接失控 動手打傷圓警 招攻擊所長 警部挫傷 經送醫治療後 所幸並無大礙 全案依妨礙公務罪 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據了解這名蘇姓男子 是從台東北上來花蓮玩 疑似是在飯店房間內 跟朋友喝酒後 發聲口角 下來大廳冷靜 結果酒意沒消退 反而更脫序 本來開心到外縣市出遊 但因為酒醉衝動 辱罵勸說遠景 再加上動手傷害 已經不是用一句 我喝醉了就可以解決 TVBS新聞高中藍庭 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